發動我我我學員的緊急聯絡網 讓你知道誰才是老大哦 召喚我我我魔術師 ok 發動技能 你身你太變化 把兩隻直接返回牌組 來我這裡直接挑我我我女孩 刷拉拉翻掌 出來吧 使用我我女孩的效果 我可以讓自己的心術變得跟魔術師一樣 ok 直接超量召喚 出了吧 刷拉拉將軍 發動我我我女孩的效果 只要超量召喚成功特殊召喚怪獸 直接攻擊力歸零 然後發動刷拉拉將軍的效果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 增加我的攻擊力 三千八 掌握新的自身關鍵超量召喚吧 現身吧 我我我槍手 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我們 全新的EX套牌 那這個EX套牌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我我我牌組 需要用到這個EX套牌哦 那這個EX套牌裡面有 很多張 非常好用的卡 尤其是刷拉拉翻掌 居吸哦 這一張卡超級強哦 只要場上有 除了自己以外刷拉拉或我我我我 就可以直接從 手牌直接特招哦 而且呢他還可以從目的 拉這個 龍龍龍或怒怒怒 直接來特招 非常的爽哦 那這一張 呃 我我槍手有時候會用到 因為他在 手背表示的時候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 就可以炸對方400點 那攻擊表示移除素材 就可以 在攻擊對手的 這個傷害步驟時候 增加1000點攻擊力 然後對手下降 500點攻擊力哦 所以對方如果是3000攻的話 我們一樣可以跟他對爆哦 非常的不錯 好 那剛剛 有人 鋼哥打給我 趕快掛掉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牌呢是 呃有放 青包的牌 那也有放這個 也有放 EX套牌哦 就是我們這個我我我牌組啊 那使用的技能是你生你太變化 就是在 今天刷到的 哇 這個技能超級強哦 只要把手牌的兩張 刷拉拉我我我龍龍龍嚕嚕嚕嚕 卡片返回牌組 就可以直接檢索兩張 哦 這檢索兩張 這四個哦 真的是非常強 就等於說我們可以直接指定抓卡 超級強哦 所以說我的我我我女孩 還有我我魔術師 都只放一張哦 因為他們兩個需要搭配啊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效果 我我我女孩呢 是要跟這個魔術師 搭配 那我們就可以讓等級變得跟他一樣哦 那魔術師又可以自由的 切換他的等級哦 所以等於說我們不管 要超量幾星的都可以哦 那我我女孩搭配魔術師 我們這個超量四星二星 六星什麼星都可以哦 但現在沒有出八星呢 如果出八星應該會更爽哦 然後 呃 其他的卡片呢就是 呃像這一張 希望皇女 女生烏托邦這一張卡 超級強哦 他只要 然後 呃在場上我們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從手牌特招 刷拉拉我我我怒怒怒 還有龍龍龍的怪獸 直接這個手臂表示特招哦 就等於說哎他最多可以 特招兩隻哦 啊他最多可以 特招兩隻哦 就是 以下怪獸各一隻 但是因為我們格子只有 三格嘛 所以他在場上可以跳兩隻 等於說可以一次 三隻直接滿場 然後我們就可以超量我們的下三角 非常的爽哦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我我我姐妹 這一張卡也很強哦 他除了召喚成功 可以 檢索 這個我我的 魔法陷阱卡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使用他的效果 哦 讓自己和場上的怪獸 等級加起來 然後兩個人 雙方的等級都變成合計等級 例如說 我場上有我我我姐妹跟一隻四星的 那我們兩隻都會變成六星的 就可以超量六星的 這個破刃殺手 非常的爽哦 那 最後我們放了很多聖槍啊 避免踩坑哦 因為聖槍現在比較好用 就是你用雨萱去捲後台 那不如用聖槍去擋 可能會比較好 對 因為這一張真的蠻好用 而且最近很流行哦 那我我學員的緊急聯絡網 主要是來跳我我女孩或者是魔術師哦 因為他這兩隻都只能 通招哦 他沒有辦法特招的樣子 呃 那他們可以用希望黃來拉拉 但是因為希望黃一次只能拉一張我我我哦 所以如果我們搭配這個緊急聯絡網的話 我們可以先跳出一隻 然後再想辦法跳出另外一隻搭配 搭配的話 這麼一來我我女孩超量召喚成功 可以把對手 特殊召喚的怪獸攻擊力變臨哦 非常的不錯啊 最後放兩張我我我我雷擊 只要有我我我我怪獸在場上 就可以炸一張牌 非常的有趣哦 而且我們這套也放了非常多的超量怪獸 那這些就不一一介紹了 我們直接施展給大家看就知道了哦 go ok 來到我們 第一場 遇到城之內 我 我 那我們這起手 感覺有點爛哦 直接發動 你生你太變化 好 把兩張牌給洗回去 水哦 來我們這邊 啊 要抓什麼呢 好 抓一張我我我素是 跟一張刷拉拉班長 漂亮 那其實我們先公可以直接跳三隻哦 跳三隻叫下三角 但是還是有點 太冒險了哦 所以我們還是 使用這個 希望皇的效果 那他最多可以跳兩隻出來 讓我們跳一隻就好了哦 他這邊還可以問你要不要再繼續跳 那可以跳第三隻 但是我先不要 我這隻留著 等一下目的有的話 可以再拉出來 再超量一次哦 所以我們先公 還是直接召喚 希望王霍普 會比較穩哦 哎 先修幹 希望王霍普出來吧 嗚呼 這個動畫怎麼看都看不膩哦 非常的霸氣哦 叭 直接高潮 好 蓋一張聖槍 這個已經算是一個完美的起手了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後台 蓋一張聖槍就很好了 哦 但這一套說真的後攻會比較爽啦 因為後攻的話 就可以叫上下三角來炸怪之類的 哎呦 這紅葉融合 好像有點難打 但是我們 呃 我們有希望王霍普可以無效他的攻擊 應該還行哦 哦 真紅眼的黑刃龍 看起來很兇 哦 那我們的聖槍好像有一點難把他給指定哦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啦 我們等一下把開關打開看有沒有機會哦 騙他一下 但是又有點想要直接讓他無效 不過 真紅眼還是盡早的把他給解掉會比較好 所以我這邊還是直接開聖槍吧 我們要提早開哦 不要上判開哦 這樣才可以指定他哦 不然我們上判再開就沒辦法指定了 好 解掉他的黑刃龍 還不錯 哎呦刷拉拉翻場來了 哦 哦我們又可以從手牌特招他哦 好直接召喚我我我素斯 好 特殊召喚 刷拉拉翻掌 哦 如果方場上有我我我我或刷拉拉 就可以直接特招 呼呼 水哦 來我們這邊還可以再超量 哇 但是狡猾啊 啊 泡妖啊 但是沒關係 我們不用怕 我們我我我素斯 還有另外一個效果 你忘了 我發動我我我素斯的效果 再特招 刷拉拉翻掌 呼呼 刷拉拉翻掌的效果 再特招目的的希望皇 看到美啊 這就是我的康波 哦 雖然說我這邊只能 超量我我我 但是已經非常猛了哦 好直接我我我我五四吧 看能不能尻兩下 直接讓對方爽到高潮哦 我我我我五四出來吧 哇超猛的 希望對方不要再有什麼後台哦 這一場非常的精彩啊 哦 來發動我我五四的效果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 來 準備打兩下 你承受得了我的三次攻擊嗎 攻擊 哎啊 啊沒主位 扣 哈哈 早知道用這隻先打 哇 我剛剛用這隻先打我就贏了哦 哇怎麼有滴滴攻擊者啊 太扯了吧 哇 對方真的是 太爽了吧 啊 真紅也融合 啊 這技能 哇 哇哇哇哇哇哇 哇我要輸了 哇 我剛剛我這一隻刷啦啦先倒 靠兩下他就死了啊 哇 靠 哈哈 竟然被一個新手打爆啊 不會吧 我們這邊需要神抽這個我我術士哦 或是刷拉拉翻掌 才有機會 哈哈 超機會再來超量哦 哇 靠 太扯了 哇 難得我這場打的還不錯哎 結果遇到這種 哇 哈哈哈哈 輸了啦 不用看了 哈哈哈哈 哇 可惜啊 好沒關係 雖然說我們這場就輸了 但是 繼續來打下一場吧 ok 來到我們的第二場 好那這一場又是先攻哦 那 這場我想玩一個比較特別的 好直接使用我我我姐妹哦 好 哦 那我們這邊抓緊急聯絡網 好 這時候特招刷拉拉翻掌 ok 使用我我我姐妹的效果哦 變更等級6加6直接 召喚破刃殺手 呼呼呼 這個玩法也是可以的哦 你想怎麼超量你就怎麼超量啊 破刃殺手 出來吧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結束回合 ok 雖然 先攻召喚破刃殺手 呃比較不強哦 還是叫霍普比較強一點 好 ok 那這邊我們 呃 呃 我們必須要把他的後台給清掉哦 哎呀 後台給清掉的話 只能用抓的 這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哦 所以我還是召喚我我我姐妹好了 來我們直接抓我我我雷吉 ok 好使用雷吉把對方的後台給炸掉 好啦只能這樣啦 不然該怎麼做啊 哈哈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好 我們這邊可以卡發動你生你太變化 好 把兩張給洗回去 那我們這邊還可以再抓一只 這個刷拉拉翻掌 哦 因為他可以從手牌特招哦 然後再抓一個我我術士 ok 感覺還不錯 那應該回殺了吧 回殺了嗎 有沒有機會回殺呢 哎 直接獲勝 哦 好我們來打最後一場嗎 ok 來到最後一場 好 結果三場都是先攻哦 但是呢 我們這個起手其實不錯哦 我們召喚我我我姐妹 好 那這邊直接抓這個緊急聯絡網哦 ok 然後使用刷拉拉翻掌的效果 從手牌特招 然後我們這邊使用我我姐妹 直接二加四兩只都變成六 特殊召喚破刃殺手 哦 先攻不一定要叫出希望王霍博哦 破刃殺手的打點也非常不錯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結束吧 感覺還可以哦 那為什麼剛剛要抓緊急聯絡網呢 哦是因為這個 如果我這次被解掉的話 我還可以從 排阻跳哦 哦這樣就哎呦有雷擊啊 我被炸了 哈哈哈哈 對方抓我我我雷擊啊哇 我要被炸了 哇 對方學我啊用這個combo還要6加6 哇 你是不是剛剛看我怎麼玩直接學我啊 哇 這個對手也很 很懂嗎 有模有樣啊 我直接學我而且還叫一只 這個 攝影機啊 哇 攝影機的打點更高哦 哇 很夢嘛 好 我這邊直接來 做一件超屌的 combo 發動我我我我學員的緊急聯絡網 讓你知道誰才是老大哦 召喚我我我我魔術師 ok 然後我們這邊發動技能 你身你太變化 把兩只直接返回牌組 來我這裡直接挑我我我我女孩 還有一只我我我我術師 哎等一下不要 抓拉拉翻掌好了 他一樣也可以跳墓地的 好 這裡直接通招我我我我女孩 出來吧 來啊什麼後台啊 好 那我這邊 我不管要叫幾星都可以哦 好我們叫四星吧哈哈 使用我我我女孩的效果 我可以 讓自己的星數變得跟魔術師一樣 ok 直接超量召喚 好 手上這一張是戰士族漂亮 我們直接叫刷拉拉將軍哦 來 出了吧 刷拉拉將軍 發動我我我我女孩的效果 只要超量召喚成功特殊召喚怪獸 直接攻擊力歸零 呼呼 然後發動 刷拉拉將軍的效果 移除一個超量素材 增加我的攻擊力 三千八 看到美啊超級猛 哦 直接尻過去 只有對方控制器 哎呦想抓我啊 好那我這邊不開哦 我這邊不開哦 先留著好直接結束 我們聖槍先留著吧 因為這邊開 太浪費了 頂多只是多打他一下哦 就有點感覺被騙的感覺哦 我們聖槍還是不要開啦 因為我們剛如果開的話 這個攻擊力變三千哦 啊打過去好像也還好哦 好 好對方我我魔術師 靠腰哦 這學我啊 哎 我學我把攻擊力歸零哦 哎對方真的有樣學樣哎 不會吧 我做什麼對方就做什麼啊 幹嘛一直學我怎麼打牌啊 哇 哇一直學我啊 還幫我歸零靠腰哦 嘿 不是吧 哇哈哈 太扯了啦 哇哈哈 不是吧 哇 記得也跟我一樣 哈哈 哇 直接抓抓拉拉拉 我要死了啦 那特招我就死了 靠 太扯了 你男子 哎 好他不能特招了 他剛剛開那個 他剛剛開 那個緊急聯絡網 所以他不能特招 好 我這裡我我我姐妹 等一下 到底怎麼玩啊 我已經 我幾乎已經沒救了 只能抓雷吉把他炸掉哦 基本上已經輸了 炸掉 好炸掉 哇 好啦這一場真的是 哇這場也是很精彩哦 我對遇到對方真的是 超級順哦 跟我們一樣順哎 我們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哈哈 但這場真的是 非常的精彩哦 哇 哈哈哈哈 是 簡直是史詩般的決鬥 哇 傷害步驟 啊 我這邊不管開什麼都沒用了 啊 啊將功一樣 被打爆 哇 怎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 哇 好啦 雖然我們最後輸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說 西雲現在超量的強度 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說真的有人說這個 有人說有可能這個 超量牌組 就是新一世有可能會上這個主流 但我覺得 還不一定啊 目前還算是在光望哦 那這一套牌 當然是 你要跟現在的主流比 會比較弱一點 但是實在是非常的好玩哦 所以今天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都可以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那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6點不一定會發佈影片 各位欠分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